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三星的奧德賽 G5 影片開始前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那開始囉 我知道G5的定位是比較入門 性價比比較高的 它上面還有7跟9 那由於這個尺寸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只好單手拿著GoPro 螢幕如果有晃動的話 就請多包涵 外箱上面寫的大大的奧德賽 G5 打開外箱之後看到的是包裝的非常好 那這裡是一個腳架 以及電源線 HDMI還有電源的變壓器 這款螢幕呢是在雙11的活動買的 是在PC Home買的 所以今天買明天就到了 雙11買的價格其實也沒比較便宜 我是因為搭配第三方支付加上信用卡回饋 這算起來差不多是9折 8、5折到9折之間的回饋啊 如果說你能找到更便宜的價格啊 這款螢幕算是不錯的 然後那我們就慢慢的把它拆封吧 一些保護措施也都有 所以運送過程中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後面的接口 由於這是G5版本的嘛 可能跟7系列或者9系列比起來會有一些 簡陋或者是低配版本 可以看到有一個是 左邊最左邊的是運源線 那再來是一個HDMI跟DP線 以及一個是維修孔 最後是電源 給的孔 該有的都有啦 DP也有 HDMI也有 上網看它的規格啊 HDMI是2 然後DP很像是1.2 基本上是夠用啦 那如果說你後續有更多擴充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不夠用 因為畢竟現在HDMI都到2點幾 不過就它的價格來說 給這些孔位是對得起它的價格 沒有少給 但是你不能期待它給的更多了 經過一番努力 我們終於 組裝完成了 它的背面是屬於這種 上面是一個磨砂的質感 整體來說背面是蠻好看的 你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螢幕是 25吋還是23吋的 那UO方這個是32吋的 也是曲面的 但是它的曲面的角度 就沒有像三星我現在的這一台一樣 這麼彎 事不宜遲 我們直接打開螢幕試試看 那我們就來做一些影片播放跟遊戲 畫面跟音效都是用GoPro拍的 所以不確定說 拍出來的實際效果是如何 可以看到用這一款螢幕 觀賞影片 那包覆感是非常足夠的 而且加上它是2K的分辨率 剛短短的幾分鐘的影片 給我的感覺是已經算是蠻不錯的 觀景效果來說的話 它現在跳出來的是 叫我們設定顯示器的選項 那它的操控方式是 Logo下面有一個圓圈 那它是有可以左右搖的 那我們先設定一下中文 欸非常好沒有繁體中文 看完電影展示跟遊戲遊玩過程之後 我們接下來說這個螢幕 三個優點跟三個缺點 第一個優點是 曲面的角度 彎曲的讓人很有包覆感 目前曲面螢幕主要大概是1300到1500 而三星這款是1000R 全世界目前市場上最彎的顯示器之一 跟我以前的舊螢幕1800相比之下 那種沉浸感差異很多 我喜歡三星的一點就是 總是能夠在外觀設計上突破 從手機上的曲面螢幕發展的如火存青 顧且不論三星的手機螢幕曲面是否好用 但已經成為三星手機的特色之一了 而在顯示器上面 三星其實一直都不弱 這次在2020年端出全世界最彎的顯示器出來 讓大家知道三星可不是只會做一般顯示器 優點2高性價比 我隔壁這台是4年前32吋 買了1400的 重點是解析度只有1080P 而現在三星用著G5系列27吋8900 32吋10000出頭 配備更豪華 如果你想看電影有完整的包覆感讓你開心看 如果你想玩遊戲高刷新的頻率可以應付各種遊戲 優點32K解析度 不管是在電影還是遊戲 2K解析度讓人整體的體驗更上升了 你不會再看到那顆粒的感覺 整個畫面就是清晰滑順 接下來說說缺點 缺點1 支架角度 說真的現在都快2021了 螢幕腳架那麼大根我就不說了 好歹也來個前後左右吧 缺點2沒有RGB 說到電競你會想到什麼 當然是RGB啊 這台G5自身電競螢幕結果沒有RGB 這就跟滷肉飯裡面沒有滷肉一樣 少了靈魂 電競螢幕就是要RGB 缺點3 缺少快速更換模式 作為一個電競螢幕 相信使用者有時候會瀏覽網頁甚至看電影 但螢幕的情境變更這時候就顯得重要了 有些廠商會把資源快速切換做成一個獨立按鍵 你不用在螢幕那邊按來按去 對了有些人一定會問螢幕顯示144有沒有必要 如果你有玩遊戲的話那就是很必要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考慮往2K或者4K之類的解析度 先去看 好的 今天的開箱影片差不多到這結束了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